不過今年的太魯閣峽谷馬拉松卻驚傳出部落灣路段附近有虎頭峰出沒 導致有十多名的選手被遮傷 一個人還出現了休克的情形 幸好經過治療人已經恢復意識了 趕快送往國軍花蓮總醫院來觀察 而其他人則是繼續進行賽事 唱聲響起2020太魯閣峽谷馬拉松正式開跑 超過一萬名跑者挑戰最美賽道 就連前總統馬英九都來了 不過比賽起跑兩個多小時就傳出意外事故 原來在全程馬拉松路線部落灣路段竟然有虎頭峰出沒 大約十名全馬選手都遭到攻擊遮傷 其中還有一人休克一人出現過敏反應 消息傳出引發討論是不是死亡之臥又發威 但其實馬英九參加的五公里快樂馬路線 距離虎頭峰遮人路段還有一大段距離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個 就是要準備跑上坡那邊 對 頭上 頭 我們犯了那麼多年 第一次看到虎頭峰出來咬人 還有我們的醫護團隊很強 現場都馬上趕到馬上處理 受傷民眾輕微地送到救護站休息 較嚴重休克的則是送往國軍花蓮總醫院 治療後都已經脫離險境賽事也順利繼續進行 很漂亮的賽道 是不在德民嗎 對 太魯閣峽谷最美賽道清淨大自然也難免碰上野生昆蟲 醫師提醒在野外碰上虎頭峰最好快點遠離 不慎被遮傷也要到醫院打一針破傷風以免感染 記者綜合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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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